您说过脾气好吗 她脾气不是特别好 你怎么能说她不是特别好呢 她就是特别急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都比较固执 就是她认定的事情 然后呢就是我要去改变她 对 需要很长时间 或者是就是我跟她说很多 让她理解了 她可能才会去改 比如说呢 比如说就是我俩 就是原来去买一个东西 买一条裤子 有的裤子还引起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令我特别生气啊 头一回吵架 吵得那么严重 那时我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她头一次给我买一条裤子 那时候刚出对象嘛 那个她送我一条礼物 我挺开心的 然后看的那条裤子是180块钱 上学嘛 我觉得就是省一点钱嘛 我在那个可以搜通款嘛 我就找到了一个150块钱的裤子 对 因为我觉得便宜30块钱嘛 会过 对 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说不通了 她就硬是觉得那180块钱的裤子 她的那个质量要比150块钱的那个好 对 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情 慢慢地就是吵起来了 我觉得吧 我俩刚出对象嘛 说首先 我就说送你她一条裤子吧 她正好在这里说要想买裤子 说送你一条吧 那就差30块钱了 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呀 又搜通话又什么 我说那就给你买了吧 她就觉得我脾气说 她说我挺酱 她也挺酱 那最后我也是听她的了 我给她买150块钱那条了吧 我是不是也听你的了 我也没说怎么的 我说那个咱就省那30块钱嘛 完了她就一直在跟我降嘛 降到后来就生气了 说我们俩人价值观不合 因为30块钱一条裤子 我觉得犯不上的一条事啊 可能我感觉刚出去下嘛 也不是很了解嘛 我就说哎呀 那至于嘛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 她非得去纠结这件事情 就没特别纠结 但是后来因为吵起来了嘛 反正她把我电话挂了 就是两个人正在打电话的时候 挂电话挺不礼貌的 我也跟你说过了 我说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行了 没什么话说了了吧 我就挂了 她当时也说 嗯 然后就挂了吧 我妹说 那我也告诉你了 我说我要挂电话了 然后她就挂了 都没能够回应 她就给挂了 这两个恋爱是罗生门的 我就挺生气的 然后呢 我就是给她打电话嘛 不接了 然后呢 发微信给我拉黑了 然后QQ跟她说的话 回我 嗯 行 那我没回答你啊 我是不是告你了 行 嗯 完事了 等到了晚上 我亲自就是给她打电话嘛 完了还是不回我 我问问她室友 我说她在干什么 然后她居然在 给一个男的打电话